現在的那個黑名單篩選部分的話 主要是 如果你有一個黑名單 假設這個黑名單呢 有大概2萬多筆 感觸向下 這2萬多筆資料 那我想要在這個2萬多筆資料裡面呢 去查詢 就是說到底 我要查的清單有這麼多 大概至少有1000個 有沒有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底下還有啦 只是因為這個資料呢 有5000多 我覺得會查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我乾脆就把中間斷開來 所以你只要查到1000就可以了 ok 然後底下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想你覺得查不過癮喔 你可以把這一這一段給刪掉啦 那就接在一起就變一次就查5000多啦 也就是說 兩個清單 兩個資料裡面到底有哪些地方是重複的 那表示呢 這個地方喔 他他就是黑名單 你說那如果之前假設你不知道有更快的方法的話 那變成你就是要土法煉綱嗎 如果土法煉綱的話 還得了像這種資料喔 非常非常多啦 舉盤就是你以後呢 你只要到職場上面喔 每天都有查不完的資料 那如果你要查資料 假如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你每天當然一定效率不好 所以很多時候我發現喔 工作上效率不好 其實原因都是因為你不太會一些工具上的使用 比如說Excel 最最最最最基本的 因為這個我想Office Excel應該是每一台電腦都一定會有的一個軟體嘛對不對 那 根據統計喔 這個 上班族每天使用的那個 這個 時數最多的一個軟體喔 基本上應該 Excel應該可以排在蠻前面的位 應該可以說排第一名的啦 OK 以前可能還會有人用Word 現在應該越來越少人用Word 甚至有些人喔 就直接乾脆把所有的那個文書處理資料 直接就在Excel裡面處理了 OK 那以前還會用到一個資料庫叫SS 現在應該SS應該越來越少人用 那直接就是也是被這個Excel給取代了 所以也理論上來說 現在這個軟體如果你 你不會的話 你到職場上應該第一個老闆就會考慮到底要不要用 因為 舉凡大部分工作 你你不管啦 像之前你們學長也去打工好了 即便是到那種 呃跟什麼 跟電子商務 比如網拍公司也是網拍嘛 你每天會進進貨出貨 然後賣家賣給誰 相關的統計嘛 那如果你要你要去比對 你要去查資料的話 那全部都在Excel上面要完成 所以他學了這個之後 他發現去打工之後 他發現蠻有成就感的 還有你們有個學長吧 他好像在那個7-11打工 他也是一樣 每天要結帳嘛 結帳的時候也會用到Excel 那諸如此類的 反正各行各業 你說連最低階 那更不用說再往上高階的工作 舉翻 所以一切資料 通通都會在Excel裡面 可以喔 做一些這個統計分析 做一些這個這個 也不用統計分析 做一些基本的資料處理啦 OK喔 那統計分析 我想是又再更另外一層樓的事情了 當然現在最好是你可以 因為老闆要報表 所以最後他希望得到的是 到底喔這個黑名單裡面呢 這個查詢名單裡面有多少是黑名單裡面 而且現在其實你會發現 每天都有那種新聞就是那個 有什麼奧客 就是那個 這每天真的就是 來來來亂的吧 不然就來來做一些 當然理論上我是覺得 你有必要把那些人名單給記下來 如果那個人來的話 你可能要先 智慧一下其他人 那個人又來了對不對 你就趕快準備一下吧 不然到時候 他到時候出一些狀況 那你又沒有防備的時候 那你就麻煩了 所以你可能他可能要 比如說到時候要吵架 吵架之後又要告你幹嘛的 要收 所以喔 以前我們也用遇過類似像這樣的人 然後隨時就先什麼 先員工就準備好那個攝影機 偷偷的錄這樣子 然後等到他罵人 罵那個 他常會罵一些髒話或什麼 或者是做人身攻擊 那就錄下來喔 你就說喔 我錄到了 OK 那這個當然他就 有證據的時候 如果你要告他 或者你要找警察來 警察才會處理 不然如果只是兩個人對罵 只是沒有罵到不文雅的 你沒辦法對他怎麼樣 OK 除非他罵了一些什麼 一字經啊 三字經 五字經之類的 那個都有價碼的 而且那個等於是 當然如果你沒有前科的話 法官都會一科罰金嘛 對不對喔 那可能罰下來可能幾千嗎 幾萬啊都 都有可能啦 OK所以 當然你要處理這些事情的話 我是覺得有時候還是需要用一點科技的手段 不然的話真的是 就是秀才遇到兵喔 真的有理說不清的 喔 像我自己也是一樣啊 隨時會記錄所有的東西啦 喔 那 避免一些 這個 不必要的糾紛啦 比如說還 像你們的成績也是一樣 所以喔 你們所有的成績喔 我都會清清楚記錄到雲端上 所以喔 只要有同學喔 問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我分數打比較低 喔 你沒辦法我大概隨時查一下我就知道了 OK 我都有機可尋的 就像你們大概前幾年有一個學姐吧 他的媽媽覺得他的成績是有問題的 OK喔 還打到戲上喔 然後戲上戲秘書還打電話給我 然後說老師有那個有什麼狀況說 那個家長喔 但他沒有說恐龍啦 他就說家長喔 有一些意見啊 對於成績好像不滿意 怎麼樣啊 那你可不可以跟他說明一下之類的 然後我可以把電話給他 好啊 沒問題啊 叫他打給我 然後我說他叫什麼名字 還好我雲端上都有所謂一切的記錄 而且他是隔了大概幾個月之後吧 成績已經公佈幾個月之後 然後媽媽劈頭就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女兒成績這麼低 是有及格啦 大概六幾分 我說媽媽你先不要生氣喔 我幫你查過了 第一個喔 他的期中考試不及格 OK他說怎麼可能那個PPT他很厲害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他不及格 OK第一個喔 其中報告不及格 原因很多可能是沒有絞交 或者是絞交的資料 不是我要的 對不對喔 那我說媽媽第二個喔 他那個缺席次數太多 缺席 他說沒有啊他都有去上學耶 他都有去學校耶 沒辦法 他沒有進教室我也沒辦法 對不對 他所以我跟他講完之後 他大概就知道為什麼了 喔 那他不及其中 其中考試不及格 所以應該對象不是針對老師吧 還好 所以我就想說 還好我都有記錄 所以一切 你們的所有記錄 包含你們的初缺情 還有你們作業有沒有腳交 我都有請那個你們學姐幫忙做這個整理動作 OK喔 然後雖然他今天感冒了 因為今天天氣變 今天到底是熱還是冷 一出門 怎麼這麼熱 看到同學還雖然穿短袖 OK 有的同學還穿外套 這落差會不會太大了吧 OK 不過我們教室好像冷 還要冷氣還怎麼樣 因為比那個外面還要冷很多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那個 這個自己的健康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我們學習這些東西 並不是要逼各位一定要 好像一定要 只是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是 很生活化的 而且對於你們未來工作是絕對有幫助的 另外你要處理資料的方法 如果對的話 當然自然而然你會 我覺得會非常輕鬆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我覺得 相對也會比較有成就感一點吧 感覺好像做起事來 自然而然會被人家肯定吧 對 因為你身邊的人 像之前你們有個學姐 他的 心得裡面有寫到說 他跟 其他科系的人好像去參加一些活動吧 那些活動可能要做一些文 做一些以資格相關資料處理 結果其他科系的人對這方面都不太在行 就他一下子就把資料 全部都整理完畢了 統計出來了 大家剛開始覺得說你們中語系的應該電腦不行 結果後來發現剛好完全不是這樣的狀態 他就當下他覺得說 其實還蠻有成就感的 等於是說讓別人的刻板印象好像整個就扭轉了 他也覺得蠻開心的 ok 那當然你說這些東西是不是一定會 一定就是中語 內中語系電腦一定都不行 或者是相關3C 科技東西知識也不行 當然也未必 主要我是覺得就是說 你有沒有花一點時間去做學習的動作 ok 那學習當然盡量我覺得可以盡量主動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蠻好的 你如果會的話 對於你的工作你的未來其實都有正向的幫助 所以我其實花蠻多時間在閱讀的 我跟你們講的東西其實是經過我閱讀之後消化 最後的那個重點 ok 其他當然有一些我覺得不重要的 我就沒有講但不是說 有些 東西還是你們自己需要花一點時間去體會 ok 我覺得 那當然我也很喜歡平常 用一些新的科技的一些產品 像雲端的東西 像手機的APP 像3C產品 一些外面的事業變化 其實我也都不斷在吸收當中 ok 我覺得對各位來說應該也要 更花時間 我覺得坦白講 因為我們這年紀的人 可能吸收能力也許沒有各位快 但是我覺得 就是只要花願意花時間 而且有系統的去做 我覺得以後 你會慢慢跟別人是有一個落差的 不然畢業之後 你會發現你在求職上面 如果你的履歷上面都跟別人一樣的時候 沒有亮點的話 那其實你的收入啊 或者是說你未來的發展可能也會都跟別人一樣 那變老闆找哪一個其實對他來講都差不多 那你一定要有一些亮點 什麼亮點 就是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同樣大學生畢業 你有什麼地方是不一樣的 沒有 大學畢業證書都有嘛 還有什麼 但是特別注意喔 那個不一樣的地方 不是說特別壞啊 或者特別糟糕啦 應該特別跟工作未來有關係的 比如說你可能有一些相關症照 我覺得可能有必要 如果你畢業 有跟工作有關係的 像相關症照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或者是說相關工作的經驗 這也蠻重要 因為其實 現在老闆多半都是要集戰力啦 集戰力就是你馬上就可以上手 然後我今天叫你做什麼事 你馬上就可以做 我就不用特別教你 所以你最好是可以累積經驗 像現在各校好像都有那個業界時期的機會 比如說在大三大四 然後你們就不知道有沒有學分 有的有兩學分 有的有四學分 然後就是說那個學分 就是你那個時間點 就是到那個外面去上班實習 然後是有學分 但是好像沒薪水吧 我不知道 OK 那如果你要有薪水的話 你倒不如運用那個像暑假啦 或寒假 如果機會的話 可以到企業裡面 如果你家裡自己開公司 那更有必要 好像我記得好像有同學是說 自己有開一些公司 那當然呢 就是 更可以有機會去體會一下 甚至有些同學還蠻不錯 如果跟父母親做討論 或者跟 還有跟哥哥姐姐 像哥哥姐姐在上班 然後跟哥哥姐姐說 你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一起運用ecell來完成嗎 他哥哥姐姐也把一些問題丟給他 然後他就把那個問題給解決了 然後甚至他就回頭再去教他哥哥姐姐 感覺現在還蠻好的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 去就是產生一些效果了 不是說你現在念大學階段 好像什麼事都不能做 只能讀書 我覺得這觀念可能要慢慢修正 為什麼 因為整個世界變化太大了 以前是 什麼以前 知識的力量 以前 英語的諺語 knowledge power 但我覺得現在可能要修正 因為現在知識 知識變動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資訊產生的量 也可能是前一個世代的 萬倍 有沒有 馬上一下子資訊太多 所以下個階段 可能面臨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除了知識 因為知識大部分都是固定不變的 答案大概都那些 但是資訊最後你會發現 因為變動太大了 所以有時候答案可能不只一個 那你要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找出那個對的答案 然後做出最對的決定 OK 那你要怎麼樣短時間 我講的是說你要很快的 比如說一個問題 到底答案是哪一個 是最理想的 現在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那你要很快找到 當然很多人說 我Google一下 但問題Google到的東西 不見得都是對的 你還要有一些判斷的能力 OK 那你要怎麼判斷 可能判斷過程 你需要一些專業素養 比如說你對以色友沒有素養 即便所有的答案都給你 像黑名單篩選 假設你要找什麼 如何在以色友找出 那個什麼兩個範圍資料 不一樣的地方 也許你Google好了 你把這個訊息打上去 一大堆 到底哪一個才是你需要的答案 你無從判斷 所以我覺得這有必要學習 就是增加你的相關的素養 像Excel的素養 像資訊相關的素養 有沒有 甚至是其他各方面素養 OK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就把黑名單篩選這一題把它講完 然後大概有幾個重點 不外乎就是怎麼樣使用函數 怎麼使用Excel裡面的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錄製聚齊 上個禮拜我們作業就是錄製 然後再來怎麼樣撰寫VBA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三個東西 我們其中報告不是做這些 函數聚集VBA OK 到期末也是一樣 但我一直很擔心 期末如果要上級考試 會不會很多人 陣亡的 會 會 會就趕快準備 對不對 不然 因為我已經看 因為我一直 連我做夢的時候夢到 我把全班的桶又當掉了 起來就是 原來是一場夢 OK 所以 這可能是世界遇知夢 這是遇知夢吧 這是事情 可是那昨天半夜 我記得好像我昨天睡覺的時候 有夢到這一段 醒來發現 原來我在做夢 OK 可能因為太擔心了 太擔心你們可能 這也是我們的惡夢 但我不希望這樣 所以我會這樣就是 給你們一些 因為如果你可以通過這個測驗 表示你這方面能力是OK的 那以後你不管 你知道哪一個職位 哪一個工作上面 你會發現 你這一點一定會被肯定的 因為別人 哇你一次有怎麼這麼厲害啊 別人都不會 你怎麼都會 真的是差距會蠻大的 我會覺得 感覺就是會無比的 有一點感覺被肯定的那個感覺 當然沒有人喜歡被否定吧 OK 我不知道 網路學PPT或D card上面 就有很多人 滷蛇就 小滷大滷 反正我就是滷 我就很滷就對了 然後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這麼滷啊 我滷的反正就是 已經滷的徹底了 我已經不想要再翻身的 感覺好像這就理所當然了 這感覺有點消極耶 對不對 為什麼不能滷然後翻身 變成滷 另外一個 滷的相反是什麼 不滷 不滷 蛤 什麼 有這個詞嗎 滷蛇的滷的那個 顛倒是什麼意思 滷蛇的顛倒是什麼意思 滷蛇的顛倒是什麼 啊 還是什麼人生勝利主嗎 還是什麼 不是吧 好像沒有只有滷 好像就沒有不滷吧 有不滷嗎 我不知道 我沒有爬這麼多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滷不滷的 OK 所以但有時候其實 而且我有去爬一些像 評論中文系中語系的滴卡 或PTT 他們都很有趣耶 就是啊 這些人好像都什麼 最是夢死啦 不然就是活在這個象牙塔裡面啊 不然就是說每天都 隱私作對 怎麼的 但是實際上好像都不是啦 我覺得 對於那個 念中文系 念中語系的學生的 誤解也很深 不知道耶 所以有時候你們身邊的如果問你 你讀什麼系 你如果回答說你念中文中語系之類的 他們反應是怎麼樣 他們會看幾秒鐘 然後呢 然後問你這個字怎麼 然後就說喔 你又不是字典系對不對 喔 這樣子喔 對 大部分其實 會有一些疑問比較多啦 就覺得說好像這是比較 這個決定是不是比較 然後可以在 你什麼時候你要計畫轉系之類的 或者出入詞 為什麼你要念這個系啊 是不是 你們有被問這樣的問題嗎 有 應該基本上每個系都一直變成問題 可是 其他系 比如說你念醫學系 你為什麼念醫學系啊 出入詞類的嘛 你念志工系 你念志工 志工系很好啊 就是這樣嗎 不過我覺得都一些刻板印象啦 但我覺得學習裡面還是要有部分就是興趣啦 如果你對那東西毫無興趣的話 我建議你當然及早轉系比較好 OK 像念中語系啊也是一樣 如果你沒興趣的話我覺得也可以 但是興趣有時候不能當飯吃 但有些時候興趣是可以當飯吃的 但如果念志工系是真的興趣又可以當飯吃 OK 可是問題啊 念的工工學院的話有個缺點 就是啊 什麼事情 都會太強調的是知識那個部分啊 就是有點像 比較務實 很多東西就要循規蹈矩 有固定的SOP 然後對於文學 對於一些比較軟性的東西可能比較不關心吧 我不知道啦 我遇到的 所以大部分喔 就會比較 少了一點什麼東西吧 好像心靈缺乏滋潤的感覺 說出來的話感覺就沒有溫度吧 對不對 我不知道欸 OK 所以其實兩者之間是可以取一個平衡點的 他又能夠允文又能夠允武吧 不是說只能夠 你今天只能夠學科技東西 那其他東西都不涉獵 當然就不是很OK的 最好是說 你又能夠接觸一些文學性的東西 對不對 至少你要了解人跟人之間的相處的方式啦 或者是說你要怎麼樣 講話有時候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應對進退啦 那些談吐啦 等等的OK 但我覺得念文學院的學生應該比較沒這個問題 但是卻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畢業之後該怎麼辦的問題 對不對 OK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我面臨的 我有跟各位講過 我是念完中文博士之後 OK 我本科細病不是資訊喔 所以為什麼會找我來上這個課 總有一個原因啦 因為我的我的學歷是文學博士喔 OK我不是工學啊 OK 只是說我在念研究所都看到 我的未來齁 該怎麼發展 這這問題 所以我會想說 可能我念書的部分 這本身就是興趣啦 那其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跨出去的 OK 所以 就會想說 我也可以學第二專長吧 對不對 然後慢慢發現喔 發展起來 剛開始會覺得自己好像不如別人 後來發現 慢慢發現好像沒有耶 而且後來發現喔 因為在網路上發表的文章 越來越多 受到矚目的機會 越來越大 所以慢慢的話 也受到很多邀請 OK 所以像我現在教很多的城市設計 相關課程喔 其實都是人家主動來邀請我的 然後去幫他們做一 就是授課啦 所以現在我的工作很多都是 算被動的喔 不是去找工作 這是工作來找我 不過有個前提 就是你要勤於比根 所以像我部落格 為什麼同學問說 老師Google 吳老師為什麼你會排第一個 那偶爾會被那個 打麻將那個老師超越 吳老師什麼 麻將管之類的喔 麻將心法 麻將心法就是 喔 但是 主要原因喔 其實不是因為買廣告喔 其實我是覺得有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上面部落格放的文章 超過一千一千篇了 也就是我從大概十幾年前就開始寫這方面文章 而且我盡盡盡力的就是說喔 盡量把那個文章寫的是大家想看的樣子 OK 那是什麼樣子啊 就是第一個文字不要太多 但是還是要文字 第二個文字的話 如果有文字可能要標重點 第三個的話一定要有圖 第四個最好有影片 對不對喔 然後再來的話最好有懶人包 對不對喔 所以我就想說大家需要什麼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搜尋 然後會排在前面的話 就幾個要點 第一個喔 你被搜尋到之後 人家願意停留的很久 第二個的話願意把它加到我的最愛 第三個願意分享出去 第四個願意再繼續看你更多的文章 第五個的話 下一次還會再繼續來看的 經常來看的文章 當然你這個他有個點擊次數就越來越高 這樣就排到前面去了嘛 OK你就不需要特別買廣告啦 OK 所以有人問我說為什麼可以排前面 並不是因為買廣告喔 而是你可能要做蠻多事情的 OK 那這些事情你想說能賺多少錢 其實剛開始的想法絕對不是因為想賺錢 OK 如果你想賺錢的話你就不一定真的能夠賺到錢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沒有 剛開始真的沒有想說我做這些 比如說我寫部落格分享 分享知識好了 能夠賺多少錢 是有人付我錢做這件事情嗎 全然沒有啦 真的 只是 就覺得很重要 我寫剛剛只是寫給自己看的嘛 就像你拍 寫部落格 像我現在有些拍影片嘛 或者是Vlog等等啦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為了記錄我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說我今天只是要給別人看 因為我自己回頭看我自己 主要是給自己看的 當然自己看後來發現喔 又可以幫助到別人何樂而不為 這變成說你做一件事情得到兩個效 多個效應的話 那當然喔就會想要繼續做下去啦 OK 那當然如果你不做就過去了 所以現在我最近也在整理我的照片 或是幾年前的照片都還在影片都還在 我出國所有的我其實還蠻會記錄的 但如果我那個時候都完全不記錄的話 其實什麼都不記得了 就很浪費耶 這樣一轉眼就過去了 OK 所以其實 就感覺喔 這個喔 OK 所以一樣的道理啦 這個當然很多很多 好 那我們回頭來看上個禮拜的部分好了喔 今天的話接下來把那個後面的 這個查詢結果喔 把它做完 不過我們後面的話會多一個按鈕 按鈕就是黑名單篩選VBA 所以我們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些重點跟各位 回顧一下 一這個是你要找的資料 二的話呢喔 這個是你要找的這個相關的 如果你希望找出一的 那你可以用conif來做 再來就用篩選 所以基本上我們 做了幾個動作嗎 包含怎麼樣 把它彩排過喔 那步驟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 第一步的話一定要切到哪裡 切到查詢名單的工作表 所以切過來 那特別注意喔 切過來的動作喔 你會發現呢 他錄下來喔 欸有沒有發現他多了一個什麼 蓄詞 這個蓄詞指的是什麼 工作表的物件 後面的話一定會有個工作表名稱 點slate就是把游標點擊的這動作有沒有 然後range B2指的是把游標再放在他的B2 他的B2在哪 點下去有沒有 點過來 游標放B2 那也就是說呢 這些動作的話呢 你一定都要齁 就是去做到 然後把公式放在哪裡 放在這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他這邊有個叫active active是目前活動的sale 就儲存格 裡面的formula就公式 等於這一串東西 有沒有 然後autofit就向下填滿 然後再來 游標怎麼樣呢 再放在B1 有沒有 所以我們動作的話 B1 B1的話就上面這裡 然後做什麼呢 做篩選 所以篩選的話 在程式裡面 就叫autofilter 那autofilter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變成什麼呢 比如說游標放這邊 然後找出E的部分 按確定 有沒有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些資料 call過去 所以呢 把游標再放在A2 A2指的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邊的這個位置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所以Ctrl shift向下 就寫這樣了 Copy Ctrl C 然後再切回到這邊 切回到這邊 有沒有 所以才切回到查詢結果 然後呢 游標放A1 就是Range A1.slate 然後把它貼上的話 就是ActiveSheets.pass 就是貼上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整個流程 不過這些動作的話呢 是用錄製聚集產生的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不要用錄製聚集喔 我要用什麼 我要用自己寫程式 其實你會發現自己寫程式 會減短很多喔 程式 大概這邊數下來大概十幾行吧 十幾行程式 如果自己寫的話 其實大概只要五行程式就搞定了 可是呢 要怎麼寫喔 那我們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著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先打開 那待會的話 我們 接 接著繼續來看 就是後面如果要自己撰寫的話 該怎麼寫喔